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呢我要來開箱 2022年我11月從東京久違的 三年不見的日本帶回來的 伴手禮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期待 這麼多年三年沒有去東京 有出什麼新的伴手禮吧 不過我要先聲明一下 其實我並不是什麼伴手禮大師啊 平常呢也很少在那裡伴手禮 所以這次呢我特別請教了 我在東京的兩個朋友 Jennifer跟Hester 他們是本來就都在日本生活 然後會買伴手禮回來 帶給朋友的人 這次總共買了7樣伴手禮 其中呢這一樣 我應該會壓軸最後才介紹 因為它呢是連 東京當地人下了班都排隊在購買的 超強的餅乾 所以我會最後再壓軸開箱給大家看 我第一樣要來開箱的是 頭拉鴨的羊羹 頭拉鴨 翻譯完應該是老虎 老虎家吧 我這次的 所有的伴手禮啊 都是在東京車站的大丸百貨買的 因為根據Bob跟Jennifer的推薦他們說 大丸百貨是買伴手禮的好地方 我想要講一下這個 頭拉鴨啊它的包裝還蠻特別的 超級不花俏 它基本上是一個全黑 然後這裡有一個老虎的虎的文字而已 設計的很日本 蠻漂亮的 還是長這樣子 好它的五種口味分別是 葉枝梅 辛綠 然後Hachimitsu應該是蜂蜜 紅茶跟 Omokake 呃 喔 不好意思 旁邊其實有寫中文啦 黑砂糖 我來吃吃看 它這個真的是蠻漂亮的 整個設計 這是紅茶口味的 好 它這邊就有一個 設計了很漂亮的膠膠 可以直接把它撕開 來吃一個不同口味的蜂蜜 蜂蜜口味的顏色明顯跟剛剛那個紅茶顏色就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們兩個的共同點是 就是一入口的時候都是那個紅豆的感覺味道比較重 那你要細細的嚼一下之後 它的厚韻 包含剛剛那個紅茶或蜂蜜的味道才會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我吃到第二個的話 算是我覺得這個含糖量還是偏高的 所以可能要配著茶 然後或者是你是很喜歡吃甜食的人的話 這款應該蠻順的 再來我們第二樣要試吃的是這個 唸不出它名字的 應該是叫什麼 Coffete Bouquet 好 反正它的意思應該就是 花束一般的餅乾啦 好 我們這個打開之後 裡面很可愛耶 裡面有四朵 小花花 小花束 來可以看得清楚吧 應該是有兩種口味啦 對 一個應該是一般的可能 這也是不知道 奶油餅乾 另外一個應該是巧克力 巧克力口味的 各一個 那因為我今天要吃的東西很多 我就先吃巧克力口味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巧克力 然後大概就長這樣 真的是像一朵 小花花的感覺 一個很小的花束 花束裡面就是有 一些銀色的 感覺應該也是巧可食用的巧克力吧 然後還有內餡 整體感覺是一個很可愛的小餅乾 開動囉 開動囉 OK 滿好吃的 這款是 Ester推薦的 上次吃了一下 覺得真的是還滿好吃的 它外面的那個餅乾 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面是吃起來有點像 奶油口感跟味道的 巧克力的內餡 吃起來不會很膩 我覺得 這四個加起來的話 一口氣吃完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下一個要來吃的是 這個一樣 念不出名字的 應該可能叫 Fran... Franc Franc 然後它後面的話 我看得懂的地方 是燒果子 包裝滿漂亮的 打開看看 內裝長這樣 Franc case 之類的 好不好意思 真的滿難念 目前為止 剛剛吃了兩個 包含羊羹跟那個 小花樹餅乾 都是很好吃 好吃的範圍 好 然後那一裝長這樣 裡面我買了 看起來是有四種口味 草莓、檸檬 然後 另外兩個比較看不太出來 好那我就先 又先吃 草莓跟檸檬的好了 那我來吃的是 草莓口味 打開就 草莓香 這次我覺得包裝的都算滿方便啦 一個一個分開來吃都還滿OK的 好 打開來大概是 喔這種感覺 我覺得草莓的還滿漂亮的 這一面的顏色 比較紅 然後 側面 感覺很像那個 台灣有那種什麼 什麼酥 之類的 反正就餅乾 嗯 嗯 好 嗯 嗯 我覺得這個比前面兩個都好吃 我自己 我自己感覺啦 嗯 然後 哇 這個很好吃 這個呢 說起來就像 千層酥的餅乾 裡面 非常的鬆 然後空氣度很夠 可是呢 一咬下去 雖然整個散開 然後會有一種融化在口中 但是 又有一點點那種酥酥脆脆的口感 蠻酷的這個口感 我找到我目前的心中 這三樣試吃的第一名 就是這個 我覺得超好吃的 它的白巧克力 然後搭配那個千層酥的口感 兩種感受 好吃 第四樣要試吃的是這個 Sugar Butter Tree 跟 Mu Ming Lulumi 本聯名 推出的新的餅乾 好 把它打開之後呢 是 是外面的盒子包裝 然後 然後裡面 這個包裝 就需要給它一個 Credit 這個盒子看起來是這樣 平面的 在裡面打開之後 這樣 餅乾之外呢 可以看到嗎 它是像以前那種生日卡片 有一點 半立體的 人物 做的超級精緻的 上面每一個人的圖案 應該是都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沒有看這個卡通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誰 但是總之呢 裡面的圖 我覺得包裝設計很有型 它是有點類似奶油夾心餅乾 有沒有 裡面是 應該是奶油餡 裡面是奶油餡 然後外面看起來是有點跟 剛剛那個千層酥有點像 它上面還有畫 人物的圖案 這個好吃 外面呢 有裹一層糖 可是不會很甜 我覺得滿恰到好處 然後裡面的那個 奶油餡就是也滿香 然後也不會吃起來很膩的感覺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那個 餅乾的口感 比起剛剛那個空氣感啊 這個多了一個紮實的口感 然後餅乾還滿香的 整體吃起來也是 好吃不膩 好前面幾樣 除了羊羹之外 都是 Hester推薦的 羊羹是Jennifer推薦 然後接下來這一款 福沙烏 的Castella 應該就是蜂蜜蛋糕 這款也是Jennifer推薦 Jennifer推薦的羊羹 然後還有福沙烏的蜂蜜蛋糕 包裝也沒什麼問題啦 我覺得日本的包裝 半手以後做的 還滿好看的 就是很精緻這樣 這外包裝 來開箱吧 好 內包裝長這樣 還滿有那種 我不知道 招和感嗎 我自己覺得 就是那種 有一種古早味 包裝的感覺 還滿好看的 我們打開之後 它長的就是 一般蜂蜜蛋糕的樣子 然後已經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了 我覺得福沙烏的蜂蜜蛋糕的話 我個人吃起來心得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之前 有買過另外一款 我忘記名字了 但是 那一款蜂蜜蛋糕的特色是 它有 含糖霜 所以整體吃起來 那個 一吃下去 衝擊力會更大 對 然後這一款 我覺得吃起來 好像對我來說 還滿溫和的吧 然後不是很甜之外 我覺得它 給我那種 就是 蜂蜜蛋糕的那種 香味 好像也不是到 非常的充足的感覺 所以 嗯 這款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還好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 買回去 吃吃看這樣 因為 它在機場也有啦 那我相信 還是有它的 存在的道理 這邊要小小更正一下 雖然 我們台灣習慣叫 蜂蜜蛋糕 但其實 這款 Castella 長期蛋糕 它裡面是不含蜂蜜的 所以我剛剛說 沒有蜂蜜香味什麼的話 應該是我 我個人之前吃蜂蜜蛋糕 的經驗 就是可能有蜂蜜口味 但即使扣掉蜂蜜這個元素 整體來說 我還是覺得 這款蛋糕 還好 沒有讓我很驚眼 好的 終於來到我們的 壓軸好戲了 這一款呢 是 NY Caramel Sand 中間夾了 砂糖的夾心餅乾 可以這麼 這麼想 好 那我一邊開箱 一邊講一下 這款厲害在哪裡 就是 剛好這一次我去的時候啊 第一天到東京 車站的時候 就發現大碗百貨 有人在排隊 但那時候 我還不知道大家在排什麼 結果最後一天 我去買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 當天是 就是平日的晚上 然後在大碗百貨的外面 就圍了一圈人 在排 這個 餅乾 因為它現在好像 據說熱門的 滿長一陣子 那 那 當時我們排隊的時候呢 那個 店員是跟我們說 現在排隊的話 大概要排四十分鐘 那你就可以知道 當地人都要排隊的 名產 餅乾 有多厲害 好 我們開箱之後 這樣裡面有四片 金黃色的包裝的餅乾 開箱 開動吧 很香 它做的滿精緻的 這個餅乾本身上面就有印 NY Sand 就是Sandwich 夾心餅乾的意思 側面的話 裡面就是 焦糖的內餡 聞起來焦糖味還滿香的 但我必須先說 我個人其實是不喜歡焦糖 嗯 好吃 不知道鏡頭拍不拍得到 它餅乾的裡面 外面是一層巧克力 它的夾心 外面是一層巧克力 然後裡面才是焦糖 然後它 我剛剛咬在那個焦糖 整個流出來 它焦糖非常的香 你看 有一種很特別的香味 焦糖還堪溪 喔 好吃 喔 好香喔 不好意思 有點好吃 我可能要先把這個吃完 嗯 覺得這個餅乾呢 確實是很好吃 它的餅乾的口感還不錯 滿 嗯 是脆 但呢 不味道很硬 然後餅乾本身還滿香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這三樣東西 加起來的 那個口感 還有味道 非常的棒 所以它的巧克力 也不會過甜 餅乾 蠻香的 然後焦糖也不會像一般 平常就是 嗯 我自己啦 吃到的焦糖 我覺得有一股味道 我不喜歡 它的焦 焦糖呢 就是有焦糖的香 可是不會到太強烈 就是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在於 這個小小的餅乾 有點像 大人的甜點 它不是那種小 朋友會喜歡的 就是很香啊 或是很甜的那種 砂糖味 而是有一種 比較複雜的層次跟口感 這一款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層次很多 然後很適合 大人的 半手裡的餅乾 好那最後我要來開箱的是 Toke Banana 這個是 那天跟我一起去買的 我們有四個台灣人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好吃這樣 那 我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 至少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但是好像聽說還蠻多人都覺得還好 那 這個是 好像本來就2018年就有出的 咖啡牛奶口味的 那這個是 最近限定出的皮卡丘 皮卡丘造型 咖啡牛奶口味跟小海踏 咖啡牛奶口味跟小海踏 的Toke Banana 覺得蠻可愛的 對 傳統的Toke Banana 我相信應該大部分人都吃過 那我就不特別吃這個 我就吃這個 我自己沒有吃過的 咖啡牛奶風味 我比較喜歡原味的 我覺得 它配牛奶跟香蕉 沒有到很搭 嗯 不太推 對 說實話不太推 因為剛剛吃了很多好吃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好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都吃過 那這個 主要就是買這個啦 盒子跟造型 給大家看看 那如果你本來就覺得 Toke Banana的口味是你喜歡的話 可以買一下這個 或者是你也喜歡 神奇寶貝的話 可以去買一下這個 送人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 蠻可愛的 好 我們終於完成試吃了 看到我的無糖紅葉 喝得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要來排名一下 我今天試吃的七樣東西裡面 前幾名好了 我覺得並列第一名的會是這個 NY Caramel Sand 然後還有這個 說不出名字的 白巧克力千層酥 這兩個 這兩個會是我心中的 算並列第一名吧 那這個因為是排隊的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一定要買買看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個人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兩個是我這次試吃完 覺得最推的 再來我覺得呢 可以並列第三名的 就是這兩款 這個就是 葡萄米聯名款的 Sugar Butter Treat 它是奶油的夾心餅乾 然後這款的話是很花俏的 花束的也算是夾心餅乾啦 巧克力 這兩款的話就是我覺得 雖然吃起來沒有像這兩個 這麼的驚豔 但我覺得呢 也都是在好吃的範圍內 而且我覺得 送禮啊什麼 應該也都沒有問題 因為食物這種東西也包含個人口味嘛 搞不好你覺得這兩款 比這兩款還好吃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介紹的 東京2022最新的伴手禮 雖然他們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 2022年才新出的 但至少是 目前在東京的大碗百貨 那我能夠買到挑到 比較有人情 然後也是 目前時下也在賣的 伴手禮 好那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啦 下次去東京啊或日本旅遊的時候 記得去買買看喔 那主人 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下支影片見囉